其實我本人不太看鬼片的 但是有一個鬼片讓我非常想看 因為他居然有去實境拍攝 就是溫測斯特鬼屋啦 是美國實名認證的鬼屋 我們來看一下VCR 電影溫測斯特鬼屋由真人故事改編 而這鬼屋就在加州盛河溪 而且還開放觀光 675坪的維多利亞市豪宅裡 有160個房間 47個壁爐 13間浴室 52個天井 2000扇門 1萬個窗戶 房屋結構錯綜複雜 更藏著許多不合理的設計 樓梯走到盡頭就是天花板 門一打開就會踩空 直接從二樓掉到一樓 甚至要從一樓走到二樓的這個樓梯 都得轉個七次彎才會到 當年的屋主沙拉溫測斯特 是來福槍發明人威廉溫測斯特的遺霜 他相信林美所說 要依照鬼魂的指示改建這棟莊園才能躲過來福槍下的亡魂索命 這房子並沒有設計圖 也就是說每天晚上沙拉溫測斯特是進來這個房間 和所謂的靈魂感應 讓靈魂們告訴他這房子接下來該怎麼蓋 我們在房間裡 這個房子光看就會讓人家毛骨悚然了耶 那個劇情好猛喔 還到底那個劇情 那個劇情到底是怎麼發展 可是他已經變成是觀光景點了 他現在就是觀光景點了 因為基本上他講的就是說有一棟 那個家族他們有一棟屋子 然後接連發生了那個 孩子死亡事件 然後所以他們就發現說 原來是因為他們的祖先 因為是來福槍的發明了 所以很多冤魂就來找他們的麻煩 然後為了鎮住這些靈魂 於是他們就把這棟屋子不斷的改建... 就有點像中國的八卦 或者是那種所謂的那種 很特殊的 對 各種道家的法術一樣 然後應用改建房間房子跟房間的方式 讓鬼魂沒有辦法找到 真正的他們家的人在哪裡這樣 原來是這樣 可是這樣改下去 搞不好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哪裡了 細歡節哥你拿的是當年的照片嗎 不是 不是當年的照片 嚇死我 我想說為什麼是黑白的 好可怕喔 其實好可惡喔 那最近Helen Millen演的對不對 她演這一個的女主角 還有跟誰啊 還有誰 跟那個蓮恩尼迅嗎 是喔 是吧 蓮恩尼迅是做別的片的宣傳 對 他們搭在一起 而且他們曾經有過一段情 真的假的 什麼時候就是 就是他們兩個就是一起上一個節目 然後他們兩個就是搭檔聊這件事情 然後聊一聊... 然後海倫米樂就自己 就是海倫他就自己爆 那個什麼爆料講說 34年前我跟蓮恩尼迅在一起4年 他自己說的 對 他自己講的 然後那時候大家才發現想說 我的天啊 我們在場所有人都是電燈泡耶 真的假的 你們兩個是前男女朋友耶 這件事情是一個 34年前的男女朋友 對 是一個很大的震撼漢耶 這什麼震撼漢... 震撼漢耶 震撼漢耶 所以我剛剛以為那個... 好啦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他們當年的照片 我放好看 我放兩張放上來一下 那張彩色的好醜 黑白的比較好看 黑白的比較好看 他們那時候都So young耶 對 很好笑 你知道 蓮恩尼迅先生 比海倫米蘭小姐 大概小7歲左右 真的喔 但是你看這一張 這一張 你會覺得他們差20歲的感覺 對 完全不一樣 彩色的那一張 可能說蓮恩尼迅 應該也是老蛋的那種 對啦 到這個時候 看得出他們真正年紀的差距 對 沒錯 可是蓮恩尼迅有講說 他第一眼看到海倫斯的時候 他就覺得罵了一個髒話 就是譬如說像我們說 這女的也太正了吧 對 當年海倫米蘭 老實說 就像現在的珍妮佛勞倫斯 再更辣一點的 太漂亮了 我們要很期待這些電影 對啊 今天聊了好多電影 在過年的時候 可以好好看一下 還有奧斯卡啦 好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要走了 去看電影啦 拜拜 謝謝